1943年波兰犹太人违反抗被纳粹运网面决营 5月19日举行起义 时称华杀犹太人反纳粹起义 起义5月16日被残酷镇压下去 图为一群抵抗的犹太人被迫从一座房子里走出来投降 两名男性投降者从房子里走了出来 他们一出来便被德军分开搜身 德军在搜投降者的身 投降者被集中到了一起 这些人满身灰尘 有不少人的脸上都有伤 他们在拒捕时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殴打 一名德军在询问投降者 德军指挥官到现场指挥 此人是德军驻波兰华沙的狠角色 纳粹党卫军少 讲J.Urgan Strupe 一男一女 两名犹太人被德军用毒气从地下室熏了出来 德军看到他们是魂落魄 这样子感觉十分好笑 一个德军在查看地下室的入口 这里层藏有大量的犹太反抗者 一些审问后感觉没什么 价值的反抗者被德军作地枪杀 有些人虽然投降了 但依然遭到无情的枪杀 自图中的死者为图一中出来投降的人 情形者为德军中的乌克兰籍士兵